大家好我們是BIN UP的MILLIONJEDD 那各位知不知道最近在這個刺青文化圈 其實也有掀起一股這個二刺猿刺青的風潮 我手臂上本來有些人有注意到的這個刺青 那我剛好最近呢 終於下定決心 要來做這個二刺猿刺青 那二刺猿這幾年在我生命中 佔比了非常大的比重 所以今天呢我就要把我 人生中最喜歡的作品 刺在身上 順便也藉這個機會跟大家分享一下 那我們今天來到的這個地點 就是在高雄的這個華府刺青 那我們今天找到這個刺青 他就是專門在刺這個二刺猿動漫 所以我們等一下會順便帶大家探索一下 哎呦 刺青獅為什麼會從我們傳統 有沒有這種比較社會氣息的感覺 轉到這種比較動漫圈 然後還有他的客人啊 跟一些行業上的問題 今天會做這集的最主要原因 就是之前聽到會有人在人家分享二刺猿刺青 下面留言說 那這動漫就已經夠窄了 刺在身上更窄 我們要破解這個迷思 順便跟大家分享為什麼像我這樣的 等一下等一下 這個迷思真的是更不能破解 潮流難 等一下會一邊刺一邊訪問 真的假的 真的真的 你有辦法 我們這一次我也不知道 我跟你講那邊操弄了 那就等一下看怎麼樣 我這邊 我這邊內側也是有 超級痛 你也完成在秀嘛 帶各位來到裡面 先環視一下這種 非常具有濃烈的這個動漫風格 而且當初會吸引我的地方是 你看他這個 我第一次踏進來跟刺青獅在討論的時候 他這個收藏品之多樣化很可怕 就是他從設計師玩具 到那個很大眾日系動漫都有 他那個我們的刺青獅在那邊 這個可愛的妹妹 在南部 北部也可以下台 就是做二刺猿刺青的話 把他IG放在這邊 我可以追蹤一下 裡面就有他的作品 那我這一次要刺的圖片就是 我的真宗最喜歡的作品 就是鋼之煉金素石 然後我把裡面的一些元素加在一起 然後合成一個 就一個圖這樣 就煉成正的感覺 然後帶大家看 這邊有些很酷的收藏 你看他的收藏品多樣化 像有這種 哥吉拉短膠的玩具 然後甚至到旁邊 還有這個 這是那個夏之大作戰 他我覺得最屌是這個 這連我看訂單都很少見 然後後面還有終極戰士 然後在我旁邊還有你看 旁邊還有漢堡君 漢堡君就是類似草丸的嘛 然後一堆書號 雷姆 有沒有這很跳吧 然後那一櫃全部都是我的英雄學院 然後還有東京復仇者 然後旁邊他就有很多這種海報 海報在廁所 廁所最多 然後下面還有監獄出什麼 所以你就可以知道這個 自信師他的興趣 對玩具公仔這一塊是很瘋狂 那接著我們就等他準備好 你看我們就一邊吃一邊來 跟大家聊聊 他為什麼會想要 把這個東西吃上去 OK 這一年胖了大概10公斤耶 生小孩的不作用 你又不是大肚子的那個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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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關係沒關係 現在已經是沒有差 因為我吃過會在訓練 然後你頭熬起來 會幹 我現在只會的感覺 戴宅的豬 什麼豬 好歹一盤是個牛什麼的 怎麼會講話 你躺上來就覺得很像 那個人手術拳的感覺 有這麼緊張啊 不不不緊張不會啦 手術等一下就睡著了 刺青不能睡耶 還會緊張一點吧 你做這個二次元的刺青多久了 二次元大概 快三年了 那像這樣類型的顧客很多嗎 滿多的 蠻多的 但都是大學生讀的 他們刺的圖都是時下流行的 還是比較經典的 嗯 所以是九九啊 不然就是航海王啊 所以 刺最多的動漫是九九跟航海王 沒有啦 他的火影啦 火影最多的 是不是 你看最近難怪他會復科 火影還是最經典 那為什麼會開始刺這個二次元 主要是 有市場 然後又喜歡 所以就 怕進來 所以你一開始是因為市場的考慮 你有 這麼世俗 我還以為會夢想一點 我以為應該是反過來 應該是我有喜歡 那你應該問他 你第一個刺的二次元圖是什麼圖 我啊 你有印象嗎 你說 你第一個接的 就是刺自己刺誰都好 第一個二次元圖是刺什麼 七龍珠 中分的那個什麼圖 中分的 中分的 特蘭克 特蘭克 對 哦 竟然是特蘭克 不是悟空也不是達爾耶 多辦二次元的刺青 因為我這次等於是有給你一個 幾個元素 然後我們去 算是拆解他 然後再重感 嗯 我看二次元分很開嘛 有些是直接刺角色 然後有些是刺名場面 對 那像這樣是刺動脈元素的 算是比較少 也不會 也很多 嗯 但就是 比人物的話還要再少一點 所以二次元目前最主流的 還是以人物為主 對 對 像這邊就有一個 PAKENICI PAKENICI是什麼 不是想要舞蹈嗎 哦 哈哈哈哈 公共啊 就是我想說 舞蹈的 把舞蹈當推角的人不多啊 你知道我那天抽一番賞很不錯 他不是有初一期 然後舞蹈永遠都是A賞嗎 我知道啊 蹲地版的那個是不是 對 你知道我抽兩隻 哎呀 兩隻 因為你刺了 你是刺了他才去抽的嘛 真有緣 對啊 改了啦改了啦 兩隻都送給客人 客人有喜歡嗎 還是也是很勉強 有點勉強 有點勉強 好啊你那個圖啊 不是要聊那個圖 對啊對啊圖啊圖啊 圖怎麼樣 圖什麼 我這一次選的圖片是那個 鋼之煉金術師 是 那為什麼我會選這部作品 就是有在場 跟我直播的人 就我會去聊說 這部作品算是我很早期 入坑的時候看的作品 那他 跟一般的王道取向的漫畫不太一樣 因為他有蠻多 就是關於人性啊 然後社會的層面的問題 而且其實 一部漫畫的 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 哇哇這邊好痛 那個是到那個了 對這邊很痛 對那邊就 喔那邊就有痛 哇操 好好好 這個 被呼吸吐氣喔 沒事 鏡頭止痛藥號 好 欸那有痛耶 那個跟其他地方不太一樣耶 我之前吃錢閉的時候想說 他吃清 小case 這邊就有比較痛一點 很有感 嗯 好來繼續繼續 然後 不能中斷喔 好ok 然後 這個作品其實他 他當初 因為我 每個年 我是一個會去 回看幾部我喜歡作品的 就我會二刷三刷 所以呢 那我二刷三刷的作品 其實反而不是那種很王道取向的 嗯 他反而需要有一點內涵在裡面 嗯 那其實近年的漫畫作品 他比較賣的都是他核心的中心思想 嗯 因為他就是走一個等價交換的概念 就是如果你經歷的事情越來越多 你就會越明瞭 他裡面的每一個小篇章 都蘊含著社會上 真真實存在富含等價交換的概念 好說你可能不懂你做一件事情 有什麼不可以 因為你沒有 去理解他背後所存在的社會成本 那隨著年齡的慢慢成長 你長大這件事情體會到的是 你開始明白每一件事情 它的背後都有它相對應的成本存在 那 可能近年就是我做事業 然後又做自媒體 其實 包括小孩子又出生 所以我時間真的 自己的時間變得非常少 所以很多難免一個人的時候 會覺得說 我到底在做什麼 這個很好 所以我前面的刺青其實就 就是我前段的那個刺青 就是我前面 錢幣的那個刺青 它的意象是 像大家看到它的元素是走一個 裸盤 然後切一半是十針 那因為我蠻常在 就是這個發展的過程中 因為我是藥學系 所以我 常規的同學 可能都是走比較正規的 藥師這條路 那我算是讀到 研究所 我就直接休學 我就出來 然後就開始做玩具業這樣 所以我 一開始在做的時候 會比較迷惘說 人家可能已經達到什麼等級 然後我到底還在幹嘛 其實刺青的時候 跟喝醉酒很像 因為你那邊一直在刺 你的注意力不好 注意力 對 想說藉這個機會 就也跟大家聊一下 這個 我自己的故事這樣 因為蠻多人其實以下 會對玩具這個產業 是很有興趣 很有夢想 它是很辛苦的一個產業 然後那個時候 很迷惘的時候 就刺這個刺青 其實是想讓自己知道說 不管你的時間 你的方向是如何 是由你自己來創造之外 指針指的最前面就是代表 我們在這個情況底下的一切 都是由自己的雙手去打造 然後後來往上面 你會看到我有一個 類似閉環的方式去呈現 那那個地方 有放一些羅馬數字 那分別就代表 我可能近期的這個 大學畢業創業之後 人生階段的一些數字 像是我跟我老婆交往的那一年 然後結婚的那一年 跟我兩個小孩子出生的那一年 所以我是以家庭為一個 為底的出發點 往前面去 然後包含了我未來的人生 然後還有一個小刺青 他已經是我人生第一個刺青 他是類似心電圖 因為其實在學生時代 我老婆是有 我們是有剁過胎的 所以那個時候 我們就把 唯一一張那個 超音波的照片 因為那時候 就是大鶴而已 就拿掉 跟我老婆講好 就是心電圖 超音波照上面 是一個小孩的照片 跟下面是心電圖 那心電圖的部分 刺在我手上 那小孩的照片 是刺在我老婆身上這樣 算是有把它留在我們的生命中 所以我的前半段 都是比較 家庭的元素 然後我那個時候就是 我對刺青的概念邏輯 就是有點像是 因為我很喜歡神話 就像世界樹 我中間就會軀幹 軀幹就是比較 我會刺一些可能 跟我自己核心思想 比較接近的東西 然後延伸出去這樣 就其實我一直想要刺鋼鏈很久 但我一直沒有找到 我喜歡的元素去做它 那這一次就是 剛好在網路上 有看到不錯的圖片之後 就有跟刺青師討論說 我們把它做下來 比較代表性的圖騰 像是有 他後來人造人 是不是有那個 那是什麼圖案 那是算龍嗎 就是一個龍的圖案 的人造人 然後他 中間還有鋼之間術 是他自己那個 戀成症 以及 鮮尾蛇之蛇的那個 十字架 那這都是屬於鋼鏈裡面 比較 代表性的意象 那我就想把它 結合起來代表這部作品 因為你說這個概念 要怎麼把它意象化 非常難嘛 對 可是剛好 很多人把動漫作品 就覺得說 它很宅啊 或是幹嘛 其實沒有 它除了可以當我們 其實理上的解藥 你相信我 它其實就是一個文學作品 漫畫家沒有大家想的那麼簡單 就是說啊 隨隨便便畫得很水很帥 就可以紅 其實沒有 它後面其實在創作的過程中 是富含很多文學價值在裡面 所以我覺得很多人 誤會刺青的意象 很多人覺得說 像我那個時候 我們家比較傳統 所以我一開始刺青回家的時候 我父母只會說 啊 因為他是可能做自媒體 好像他們那時代 在做藝人或上電視這樣 所以把自己弄得花俏一點 好像比較合理 他們還是對於刺青 因為我們家都是做藥學相關 比較不能接受 但是我覺得刺青 現在已經昇華成一種 凸顯個人風格的方式 因為其實在現在自媒體 跟資訊爆炸的時代 你會發現 五類人之間相處的距離 越來越遠 讓我們的形狀 很容易被外在的聲音 拿去改變 所以刺青其實是一種 讓你很好去記錄 你自己是什麼樣子的方式 去呈現 而且反而他有的價值 已經不再像以前 哪有什麼宅不宅 宅這個字也不是什麼 貶義詞 為什麼要用 負面的方式去看他 我反而覺得 聽到人家說很宅 就好像是說 欸你很帥一樣 就他是去陳述你外在形象上 或是你興趣的一個條件 所以我相信 會去把二次元刺青 刺在身上的人 他這個東西根是根一輩子 你可以想像我六十歲的時候 手臂上有個練成正 的那個感覺 所以我自己認為 這種 你在笑什麼啦 你想到我六十歲的時候 我手臂上有個練成正嗎 你還講得出練成正這種話 他就真的練成正啊 怎麼了 刺青這件事情 是刺給自己看的 只有自己明白 為什麼把這個東西 放在身上 對你的意義到底是什麼 所以這就是我們今天 想要做這期企劃的目的 就是 呃 去跟大家分享說 譬如像我 就是怎麼會想要 把動漫吃在身上 它是一個很正向的東西 只是一種藝術的表達形式而已 對啊 你不應該是 去曲解編 如果你今天 就像我們之前 做那個直播訪談 在聊GK或是各個玩具圈的事情 你應該要明白 我們身為人在這世界上 最主要的事情 應該是做良性的交流 過多的謾罵 其實 都是在拉遠彼此的距離 企劃 最主要的目的就是 要告訴大家 其實每一個刺青背後 都會有他的故事在 你反而看到有刺青的人的時候 你應該 換個心態 你應該去欣賞 他為什麼會把 這個東西放在身上 欸 留在身上一輩子 我覺得 這對我來講 也不是一件很簡單的事情 而且要洗掉 那個沒有很好洗 嗯 所以你為什麼會把五道吃 好不好 別問了 真的很恨 欸你那個當跳 有什麼心態去做的啊 我不知道啊 我不知道啊 所以就是希望後 上面還有一個啊 也是五道嗎 欸上面 三谷啊 對啊 三谷應該是在下面 哦三谷在下面是不是 應該要是在下面才對 哦 可惡 而且大家就會發現 目前我所有的刺青都 集中在左手上面 那其實因為我在大學 二年級的時候 其實如果有興趣之後 再開直播聊那很長 然後就出車禍 所以其實我左手是有留下 就我是免疫的 我是不需要當兵的 因為我左手的神經其實在 就是脖子這邊 就有一個很大的疤痕 我當初是去做大概 26個小時的手術 然後做神經移植 所以其實我左手受傷之後 我的我左手 你跟我猜拳你會贏啊 因為我左手不能出布 也不能出剪刀 因為我是攤不開的 就我攤到開的時候 我會一直抖一直抖一直抖 我的外側肌群是沒有辦法 失利 我大概有半年到一年的時間 都在病床上 然後跟復健 因為我那時候 車禍很嚴重 我身體也 其他地方有受傷 後來有透過復健 已經復原了八九層 不然一開始是完全不能動 當初 神經移植的醫師 就有告訴我 這樣已經是極限 所以我的外側神經 其實就沒辦法 所以後來我就決定 要把這個 化悲憤為力量 你知道嗎 把你最在意的地方 放上很多 你人生的一些要素之後 反而你會永遠記得 當初這條疤痕 跟 就那是年少輕狂的樣子 那時候其實很屌 就是我會出車禍 其實說實在也活該 那時候我父親 爸爸常常跟我說 他很 他花了很大的時間 在 就是家庭上面 我現在做父親 我也明白他其實就是 很心疼 他說我到底做錯了什麼 為什麼我的小孩會這樣 所以我以前其實是很 在乎我的左手 跟人家不一樣 可是漸漸的 包括做YouTube 幹嘛之後 我開始理解到 跟人家不一樣 並沒有什麼不好 反而是一件很好的事情 你應該要接納 每一個人不一樣的地方 而且我記得 但你育月還蠻多的對不對 還行 希望多一點 現在多一點 可以越忙越好 可以越忙越好 所以歡迎大家如果有喜歡 年輕的妹妹幫你刺青的話 這樣講可以嗎 對阿 他真的很年輕 對阿 年輕阿 二十幾歲而已 比我們年輕很多 可以參考一下 南部的朋友 他的刺青是蠻厲害的 就是IG我們再放一次好不好 就是去追一下 看一下看一下 了解一下大家的作品 他刺二次元的作品 我覺得是做得很好 還原度很整 我覺得成品也還蠻滿意的 而且有自己的風格在 所以如果有興趣的話 可以關注一下 那就差不多耶 內容夠了耶 那我們就等你吃完啦 好 在笑了喔 對阿 還是你想要講點什麼 沒有 給你機會阿 對阿 30秒工廠時間 是我介紹一下 大家好 我叫痘痘 今年 不要 不要 我想說你剛剛這樣問 是不是有想要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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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這樣怎麼會冤枉明豔 對啦 哈哈 喔 那我思考一下 你要收集我痛苦的樣子嗎 二次傷害的感覺 對對對 就是傷口在蓋一刀的感覺 很累 很累 痛耶 吃完是比較好 好像 然後就會開始覺得外面有點空 刺進去就是這樣 加油 這樣 OK OK 好 那我們現在喔 大家看剛剛我們已經完成了這個刺琴了 那我們接邀請 因為剛剛他說很害羞啦 所以我們這個百般的說服 我們邀請這個刺琴石痘痘 好 來我們來問一下 這一次對這個成品感覺怎麼樣 滿不滿意 滿意 對要問你比較準嘛對不對 那你有什麼想要跟鏡頭前輩的觀眾講一下 歡迎大家來刺激 歡迎大家來刺激 哇你真的講得 太好 所以如果對豆豆有興趣好不好 下面的IG再一次 好 在高雄 不是只有二次元 對 打痘痘就可以了 對打痘痘就可以了 OK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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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有沒有一些必殺技要介紹 必殺技 沒有 沒有 OK 真的沒有 沒有 多說兩句吧 嗯 今天很開心 OK 好了不要再強迫人家了 OK 好了啦 好我們要做節目對不對 對 已經可以了 如果喜歡我們的影片的話 就是要按讚訂閱分享留言分享什麼看法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喜歡我們這種比較特別的 有沒有二次元不一樣的企劃 所以如果還有什麼想看 在那邊敲碗一下 下次就可以帶大家去看看 好啦我們必須老的決定 我們下一次影片見 掰掰 他是豆豆 豆豆他是豆豆 掰掰 哈哈哈哈 拍下鐘 好 這裏 叫我 走 快點 在那邊 有 沒 有 出